健身是一件有魔力的事情,对于爱好健身的人来说,他们会沉浸在这种快感当中无法自拔,他们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所提升,他们觉得自己还能够进步。 今天的这位庞然大物来自荷兰,他叫做Olive Richter,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,他非常喜欢健身,他本来就身体庞大,加上健身之后,显得异常的粗壮和高大,他曾经用八年的时间增重140斤,他身高2米18,不论是谁在他面前都会显得非常娇小。 天生拥有巨大的身高,但他并不具有很多的优势。 在同样的条件下,身高越高需要的肌肉就越多,而肌肉增长是非常缓慢的,所以他练成现在这样的身材,已经非常的不容易,个头大体重大。 想要维持一身的肌肉,是一件困难的事情,需要每天保持训练。 摄入蛋白质,他每天最多吃七顿饭。 这些食物的总和,可能会超过一个普通女生一周吃的食物。 他和健身达人大罗里是好朋友。 他们同样是非常强壮的肌肉猛男。 就算是大罗里在他面前,身高并不具有优势,显得娇小了许多。 他和肌肉巨瘦马丁福特站在一起,然后马丁福特也显得小了许多。 他这么高大,非常强壮,给人一种压迫感。 他曾经和世界最强壮的男人站在一起。 很显然,他的个头是非常具有优势的。 可能就是唯独不如强壮男人的大,但是他也显得非常高大,非常强壮。